一雄负一词 双妃入子宫 从皇子到南宠 再到皇帝的传奇男人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如果要评选历史上 这具传奇色彩的美男子 南北朝时期的慕容冲首当其冲 在他短短27年的生命里 他经历了从皇子到南宠 再到皇帝的传奇经历 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 璀璨而短暂 慕容冲 359年至386年 小字凤凰 昌离吉成 今辽宁省一线人 先卑族 西燕政权第二位皇帝 前燕景昭帝慕容军之子 前燕幽帝慕容伟 和西燕列文帝慕容红之帝 母为前燕皇后可足魂氏 慕容军在位时封中山王 后封车骑将军任大司马 身为前燕国的皇室贵胄 再加上其长相娇美 号称是五湖十六国第一美男子 故而深受父母的宠爱 年纪轻轻便为封为大司马 在慕容十二岁之前 其生活可谓是无忧无虑 但是在其十二岁那年 慕容冲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立国33年前 燕国被强大的前秦灭国 慕容冲与哥哥慕容红 姐姐清禾公主等众多鲜卑慕容部人被迁往冠中 而慕容冲与姐姐因外貌出众 被当作胜利品尽献给前秦皇帝福坚 据说五湖十六国时期的慕容部祖先 是白种人 其部落多是混血人 美男美女层出不群 而当时十四岁的清禾公主 已经是燕贯群方 所以当福坚见到十四岁的清禾公主后 龙心大喜将其纳入自己的后宫 对其十分的宠爱 号称是宠决后宫 但是当福坚偶然间见到 当年才十二岁的的慕容冲时 立马惊为仙人 相传慕容冲俊美是偏女性化的 他的容颜将北国江南所有美女都比眉了 当时的道教则传其为凤凰兴君犯错 被贬下人间受解 由此可见 其人的美艳程度 于是本来是钢铁直男的福坚 直接被掰弯了 立马将慕容冲 接入其后宫中那位男宠 从此 福坚沉溺于慕容姐弟俩的美色中 难以自拔 据史书记载 当时福坚的后宫中子弟专宠 宫人莫尽 为此 长安的民众纷纷传唱 一词傅义雄 双飞入子宫的民谣 朝野都担心福坚沉迷温柔乡 而导致荒废政 于是当时的宰相王猛尚书禁言 劝说福坚以江山设计为重 不要沉迷于美色之中 甚至请求福坚壮士断腕 赐死慕容冲已决后患 在朝廷众臣们的觐见下 福坚终于有所收敛 但未将慕容冲处死 而是恋恋不舍地任命他为平阳郡郡守 又因长安云瑶传唱凤凰凤凰指阿房 而慕容冲的小名正是凤凰 福坚认为凤凰不是梧桐不栖息 不是竹子的子食不吃 于是福坚特意在阿房城建造 梧桐园与翠竹林 以待慕容冲 虽然在有些人看来 这是所谓的情深义重的爱情 但是在我看来 这就是一个鸾同的变态大叔 对一个长相俊美而同的变态痴迷 福坚自己估计是很感动 觉得自己是用情至深 但是对慕容冲来说 亲眼目睹国破家王 自己也从王子沦为男宠 成为长安百姓的笑谈 饱受身心双重摧残 他的心中 对福坚只有无尽的屈辱和仇恨 那有半分感情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 慕容冲由对福坚充满敌意 扩展到对前秦百姓饱含仇恨 这从他后来领兵对长安百姓进行惨烈的报复中也能看出 但是在当时无论慕容冲心中有多少怨恨 他都不敢对表现出对福坚有丝毫的不满 毕竟这个人是统一了整个北方的肖雄 他的一句话就能将整个慕容部打落深渊 为了自己的不足的性命 慕容冲也只能默默忍受 一代时机 在默默忍受了这种生活12年后 慕容冲终于迎来自己的转机 383年 福坚没有听从王猛林中的劝告 起兵南下 意图消灭东晋 统一全国 结果却被东晋以少胜多 打得大败 这就是著名的肥水之战 前秦于肥水之战大败后 逐渐失去了对境内各族的控制力 384年 慕容冲的叔父慕容锤于河北叛变 慕容冲已于关中举兵称纪北王 慕容冲见此情景 也在河东起兵 其后并归慕容冲 以同西进长安 不久慕容冲在关中登基为帝 建立西宴政权 384年6月 慕容冲的谋臣高盖 肃秦虫等认为 慕容冲的德望不如慕容冲 而且执法科研 于是就杀了慕容冲 离慕容冲为皇太帝 慕容冲自称 秉承前沿幽帝慕容为旨意形式 自行设置任命官员 任命高盖为上书令 384年7月 慕容冲占据并入驻阿房城 384年9月 慕容冲终于以平等身份 率大军进逼长安 与福坚展开生死决战 而困守长安的福坚登上城头 在看到慕容冲的大军后观望 只能叹息不止 对左右感叹道 这些鲁贼从哪里出来的 这么强盛 其后又大声斥责慕容冲说 而被群奴正可慕牛羊 何为送死 慕容冲直接回对道 奴则奴乙 济艳奴苦 富裕取耳见代 眼看慕容冲如此强硬 福坚又想打温情牌 派使者宋依陵锦袍给慕容冲 说 古人交战 使者在中间往来 清远来诸是草创 能不劳苦吗 献赠宋依陵锦袍 以表明本心 正对清的安分怎么样 而一夜之间出现这样的变故 福坚自以为对慕容冲情深义重 希望其能回想起自己对其的宠爱 放自己一条生路 却不想 在慕容冲看来 福坚所谓的宠爱 对自己来说是无尽的痛苦和耻辱 于是 根本不为所动的慕容冲命詹是回答 一称皇太帝有令 估现在心在天下 岂能顾念一灵锦袍的小安慧 如果能知道天命 就可以君臣束手 停止交战 早点把皇帝 慕容尾送出来 自然会宽舍服饰 一筹报就好 我们慕容家对待你 也不会比你从前待我们家差 得到慕容的回复后 福坚彻底明白了慕容冲的心意 大怒说 不会不听王猛之言 使百鲁猖狂至此 可惜到了这个时刻 已经为时已晚 384年12月 在长安城中的慕容尾 计划谋害福坚失败 城中先卑不论少长及妇女 全被杀光 385年正月 得到慕容为死讯 慕容冲在阿房城称帝 改年号为耕时 再无退路的双方 攻守进入白热化阶段 慕容冲身先士族率众登城 而福坚也身贯甲咒 督战俱之 飞食满身 血流背体 但是长安被围困日久 城中乏凉 以至于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福坚意识到无法再坚持下去了 385年5月 福坚听信帝出武将九常德的趁严 从长安出奔 逃到武将山 6月 秦太子福红带领家族几千人南逃东境 慕容冲挥军入长安 士兵大肆掳掠 死者不可圣计 7月 福坚在武将山被姚长军抓获 后辈被姚长一死于新平佛寺 慕容冲攻陷长安后 为报复福坚屠杀先卑族之举 更为了发泄心中积怨十多年的怨恨 慕容冲在关中大开杀戒 纵兵大略 死者不可圣计 至此人皆流散 道路断绝 千里无烟 也许是身为鸾同导致的心理变态 慕容冲即位后 开始变得残暴骄横 不仅报复当日取笑他的长安民众 就连自己的同族鲜卑人也动辄诛杀 这使得部下离心离德 入住长安后 他督促农耕 建筑公室 企图长期盘踞 但是 他的道行逆施早已失去民心 不仅中原汉族对其恨之入骨 连本族鲜卑都怨恨他 于是 在其登基为第一年后 27岁的慕容冲背部下始杀 结束了自己的短暂 而又传奇的人生 慕容冲少年时 骤然从养尊处优的皇子高位跌落 隋家族背井离乡迁居长安 宝尝国仇家恨之苦 又因容貌俊美 而被迫充当福奸的鸾童 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因此 他对福奸恨入骨髓 赶尽杀绝 上述可以理解 但是 他因受虏而导致心理变态 将对福奸的仇恨 扩大到前秦所有国民身上 对各族无辜百姓实现无区别屠杀 使众心不悦 众叛亲离 最终背部下为民除害诛杀 慕容冲的一生 也可谓是精彩至极了 本身是皇子 因为国破而沦为了阶下囚 紧接着又被福奸当作奴隶 南宠 可谓是受尽屈辱 而后又趁机起誓 登上九五之位 却又被部下所杀 可谓是跌宕起伏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